日前台積電停車場發生一起爆炸事件 導致37歲的陳信外包商被炸傷小指截肢 經過檢方多日的追查 29號終於找到涉嫌人 14到下午5點多 新竹寶山台積電興建廠房的停車場 陳信外包商下班後準備汽車離開 發現機車的置物欄被放置不明塑膠袋 拿起時塑膠袋就突然引爆 檢方表示涉案的疑似是工地承包商的 34歲賴姓男員工 當天他距離陳信外包商只有30公尺的距離 利用遙控器引爆炸彈 隨後就在旁邊圍觀態度相當冷漠 28號檢方持搜索票到 賴姓男子新竹公司宿舍 以及家裡的住宿搜索 發現裡面藏有火藥 線材 電池 遙控器等物品 檢方立即以殺人未遂恐嚇公眾 故意以火藥炸毀物品等罪 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獲准 檢察官說即使搜出各項關鍵證物 但賴姓男子始終餘待保留 針對放置爆裂物引爆事件 不否認也不承認 目前還在釐清犯案動機